不久前 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波特被指控涉嫌性侵 澳前政府雇员布里塔尼·西金斯等多名受害者也向媒体爆料称 在时任国防部长雷诺兹的办公室工作时 曾遭到男同事性侵 然而 这些风波还没有平息 又有知情人士冒死爆出了有关澳洲议会的更大性丑闻 并提供了大量照片和信息 其内容不堪入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室23号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内部人士22号向媒体曝光了议会大楼内 男性工作人员淫乱的照片和视频 这名化名为汤姆的吹哨人表示 现在是时候把这些事情公斥于众 汤姆称 这种淫乱行为在澳洲议会内部至少已经存在两年 这是一种男性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不良风气 必须要清除这个毒瘤 根据澳媒公布的经过高呼处理的照片 曾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公然在办公室裸露下体并自拍 而照片背景中还有一本《澳洲议会规则手册》的副本 另外 同样经过处理的视频显示 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在一名女性议员的办公桌上实施委件行为 并拍照留念 澳大利亚新闻网称 还有许多影像太露骨了 即便经过高呼处理也不能公布出来 更糟糕的是 许多照片和视频都是议会工作人员自己拍摄的 他们还会在自己组建的社交平台群组中相互传阅交流 据汤姆介绍 议会大厦的祈祷室才是真正的淫乱之地 曾有工作人员公然带着性工作者进入其中 在祈祷室发生关系 他表示 议会内几乎没有人用那间祈祷室来祈祷或者冥想 因为人们在里面做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 这些 一名实施淫乱行为男性工作人员已经确定身份 并立即被解雇 澳总理莫里森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谴责了议会内性丑闻 并称其令人呕吐 他表示 将整顿议会 莫里森还承认 类似事件在议会大厦乃至全国发生 他向全澳女性承诺 将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在这一令人震惊的丑闻爆出之前 澳大利亚近十万女性走上澳大利亚街头抗议 要求澳政府对此前爆出的丑闻进行回应 并要求改变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现状 不过 当时莫里森政府并未提及应对 许多澳大利亚民众认为 莫里森只说不做 完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还有人愤而要求解散议会 不得不说 一国议会竟成了淫窝 真让人三观尽碎 此事事关澳大利亚颜面 如何解决将是对莫里森政府的一个考验 感谢大家的一项